電影界就有奧斯卡 而相機界都有奧斯卡貼拍世界大相 我們之前試過的Sigma FP 就拿了今年最佳全片覆准專業相機 其實就不止Sigma FP 還有他們的G14-24mm f2.8 和G24-70mm f2.8 都是得獎鏡頭 我記得你們之前試過兩支鏡頭的E-mount版本 出來的效果真正到雲 不知道套在E-mount的FP中會不會走樣呢 有很多朋友就習慣了Sigma鏡頭做副廠鏡 其實他自己都做了相機很多年 Sigma是自己有套系統 現在Sigma鏡頭再配上Sigma機 理論上就會發揮得好些 最重要的是Sigma FP 現在是最細部的Full Frame模範 就算配這兩支恆定大光圈的Zoom鏡 整套機都是很輕便 但是拍照和拍片的表現又如何呢 我們請你和我們一起試試吧 首先說一下這支鏡頭的L-mount 再配上L-mount的FP 在機內已經可以即時做了所有JPEG的修正 例如一些變形、暗角、色散等 我們首先試一下這支24-70mm f2.8 之前E-mount版本 我們用一部6,000萬像素的相機來試 今次試這部FP2,000多萬像素 我們全開光圈拍這張照片 模特兒的臉都不是正在畫面中間 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實都是刺激到很多人害怕 除了眼眉毛、眼睫毛是很清楚看到之外 看到臉部也拍到一點 再看看它們哪個皮位的牛仔褲的質感 或者皮帶破損到什麼環境 非常清楚 例如我拍一張照片 模特兒不是在中間 那張照片已經化了、blur了 看不到件衣服的質感 為之鏡要來把鬼嗎 去到第二張照片 我們再拍攝一些 這個環境的光源比較複雜 我們就在窗邊拍攝 主要的光線都是在窗邊滲入自然光 窗邊做到一個很大的Softbox的效果 我們拍攝這個環境 雖然光差比較大 光源複雜一點 但我看到這部相機 其實各樣東西表現都蠻好的 光暗位的層次都保留得到 膚色都保留得到白鋁透紅 完全沒有畫錯綵凈極的顏色 fuego顯示式較高 如果放大相機 其實是尚 Grand 到很驚人 今次就是在Lightroom全排 再unda畫盤 再放大看窗邊邊好的光圖 EDUję是很好方位的 這支Full Frame 鏡頭 カ維度源足以兩下光或三下光明 所以其实都比较容易做到一个浅镜心的效果 在这个环境之下红墙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你看到背景的景深不是太浅 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前景都可以做到浅镜心 如果我再拿这支镜头再拍近一点 景深真的见到很浅很浅 可能真的只有眼珠的那一块是Sharp 其实鼻或者另一只眼睛 已经在景深范围以外是Outfocus 这些景深那么浅 有些人是挺喜欢的 尤其是一些女生 可能觉得这些相片是比较梦幻 但是我觉得这支镜头比起很多定焦大光圈镜头来说 大光圈全开光圈拍一些Focus位那么少的相片 那个Sharpness是没有少到的 Colorcon是什么pattern的话 其实是看得到的 近年这些studio都很流行 用一个很大的窗 给一个很多的自然光理 可以打灯少一点 但是反过来 其实浴光的环境也挺多 其实后面大部分的位置都是高光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支镜头 穿上这部机 在这个环境之下 那个纸边也很少 因为正常来说 可能在头发的位置很容易出现纸边 我们怎样砌一个景深出来 既然我们的背景 现在是一个类似白色的背景 我们要做一个景深的效果 唯有在前景那里着手 我们在前景那里就铺了一些花 或者桌面那些东西 做到少少散景的效果 出来就没有那么单调了 相片的表现就看完了 但用到Sigma FP 当然要试它拍片 Sigma FP配这支镜头拍片 都可以做到一些机内的修正 变形的暗角那些 其实已经是帮你修正了 这部Sigma FP 最高可以拍到4K的12bit RAW 这次我就试一下 用1080拍10bit的RAW 其实10bit都很够用 试过这些RAW的方式 真的回不了头 其实在这个位置拍的影片 光暗位的光差都比较大些 我是比较担心 那个背景的暗位是出不了的 因为我打灯方面 就比较简单些 補回Model的面暗位那些少少 但是我们拍的10bit的RAW 真的很容易推翻所有暗位 你看到光位暗位的平衡是挺好的 和我们拍一般的H.264那种压缩 是完全两种玩法 另外我们也试一试 这部机在拍片时的对焦 因为这部机其实也是提供了 一个面部和眼部的对焦 在拍照和拍片当时都有 那我们出来的效果都算是挺流畅 而且都挺准的 这支14-24F2.8都挺特别 镜心比起单反版本小很多 而且配上最轻无反的FP 就算我这些用手机拍照的人 都觉得很方便带出街 不过这支镜的画质又怎样呢 要试清一支镜 就当然是全开光圈 我们用超广角的镜头 最常用的用法 当然是拍一些风景 或者建筑那类的题材 很自然可以拍到一些 很宏伟很壮观的画面 天花板的玻璃和地下的一些影 都可以做到一个很漂亮的透视感 如果我们在这些环境之下 加多个人下去的话 其实就可以将这个环境 再加上模特儿的心情 或者一些 mood 下去 令到照片看起来 层次再丰富一点 我们这条楼梯 可能都很多人拍过 但我们用超广角的镜头 拍下去之下 透视感就会更强烈一点 看到引导线的放射构图 就更夸张一点 其实这支超广角的镜头 2.8光圈那么大 放大到100%底下 可以看到模特儿的那条裤 甚至乎地下的所有纹理 在无收光圈之下 都很清晰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那些金属的高光位 其实我们拍摄一些摩天大厦 或者现在摩登的建筑 外场很多时候都避不开玻璃 又或者金属 这些位如果是反光有严重的紫边 其实就很麻烦 一些风景镜头来说 但是这支镜头就是不太大 用超广角镜头拍人像 可能有很多师兄都会说 喂 是不是线我 即是拍到模特儿如果不漂亮 会不会让它丙获 但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 用超广角镜头拍人像 都很容易利用它夸张透视的特性 令到整个画面都很有动感 问题就是怎样可以令模特儿拍出来 不变形或者没有拉扯到 走了样子而已 这张照片的构图都拍到整个声音 都不算近 但当然比起一般的标准镜头 或者一些标准面子镜 它已经距离算是近的 所以我们观众看下去 其实跟模特儿的沟通感 就好像很近 令到观众好像很代入到 我们拍照的环境 所以有时都不妨在照片里玩一些互动 可能是叫模特儿指一指的镜头 或者是好像在跟镜头说话 或者做一些反应 我觉得用这些超广角镜头拍一些少女 尤其比如说拍一些半身 或者比较近一点的镜头 可以再突出她们的少女味 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想突破一下 想试试一些另类少少的人像题材 其实都不妨试试多些用这些超广角镜头 效果不差 我们再试试用这枝14-24拍一条影片来看一看 因为这枝镜头本身的变形都很少 再加上机内又有些修正 所以拍出来的线条其实都很值 本身这部机就提供了Cinema DNG的格式 是RAW的影片的摄录 我们继续这条影片的时候 过程其实都相当轻松 好像在继续一张照片 其实用超广角镜头拍人像 我也觉得是挺相面人下 如果比如说因为镜头的透视拉斜 就会比较容易令到摩托的比例 有些不自然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只要我们拍摄的时候 就不要把摩托的身体各部分 面摆在画面的角落 即太接近边皮的位置 拍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试试用这支超广角镜头 拍片的时候 更自动对焦又怎样呢 虽然那个人的比例 就在画面是小了一点 但是那个Face Detection Eye Detection 就一样可以做到的 现在这两支镜头 就出回L-mount 我觉得都没有走样的 画质依然都是有保证的 现在Sigma FP再配上Sigma的镜头 我觉得都算是轻便又高质的 如果你是喜欢拍摄旅行 风景 人像的话 我觉得就绝对可以考虑入手 这个叫做得掌三宝 我自己觉得实至名归 还没完 现在任何一间店铁面 购买这三件行货茶银的其中一件 都会送回100元的超市礼券 到7月31日 大家记住不要坐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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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